第六类的那个这个重数 那重的话就最多了 最多的那个数字 意思就是说他说什么输入十个样本数 输入十个数字 那十个数字的话 里面要告诉我哪一个数字出现最多 比如他输入这一些 三十四十八到十八 那他告诉我哪一个数字出现最多 当然其实 当然不是叫你用眼睛去看的 因为如果说真的 数字这么多你用眼睛看的话 那一定是不可能知道的 所以有时候其实电脑能够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用人工无法处理的那些事情 但是电脑却能够瞬间完成 而且生活里面很多东西是这样 你不要用自己人脑去做 你一定要用电脑去做 答案就出来了 你就可以做个判断 就像出外旅行 你没有手机说真的 真的还是很麻烦 比如说你要怎么知道方位 像那一天跟那个大哥去吃饭的时候也这样 我们要找全家并电商店 然后马上手机拿出来 方向就在那里 完全不会走错 像我们去地铁站下面也是一样 我们要往哪边走 又带我一些长辈嘛 去出国 他说就往这边走走走走走走 因为像大阪那个底下话 那简直就是一个迷宫一样 然后他说走走走 往这边走往这边走 出来了就到了 他就很奇妙说 这边怎么没有路标没有指标 你怎么都知道怎么往哪边走 其实手机本身就有那个陀螺仪 它可以知道说你的方向 你在配合各个地图 在地底下你也可以准确的知道你到底应该往哪边走 这个方式我几乎屡试不爽 像之前在福岗 那个也是地下通道 哇好多好复杂 也是利用这样的方式马上就找到了 不然的话真的 你如果出外旅行自由行最怕的就是 在那边乱绕乱绕 绕到最后浪费时间 也会觉得绕到最后已经很厌世了 想说早知道我工作很好 所以有时候当然你要有使用一些工具的能力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会是简单的 还有像导航 像我发现即便年轻 我这一辈像那一天跟一个老师约 我发现他也是不太用导航 结果我本来以为他 我跟他约一个地方 想说他应该会很快就到了 就要半天想说怎么迷路了还怎么样 原来他用他的导航然后给他带很远的路或怎么样 显然好像 也不是说只有那个女生不太会用 好像男生也不一定会很带 但是如果你会用 我觉得生活里面很多事情相对也会变比较简单 像Google地图对于那个旅游观光业真的会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而且相对也会比较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OK 像我出国之前其实我已经还没出国我已经在Google地图上面旅行了 有没有像街景 像那个附近我可以搜寻我即将去的地点的附近周围周围我走得到的地方的一定要去的景点 我可以把它列清单嘛 那这样的话我一去我就知道要做什么 我绝对不会说我在那边浪费时间 然后我会做比较有效的时间管理 对不对那玩起来一定非常尽兴 想去的地方每个 第一个比较可以排顺序嘛 第一个一定要去的就一定会去 然后估计一下时间 也不要说去那些 你今天是不好 根本不好玩的地方你去了 浪费时间嘛 出国其实是真的时间很珍贵的 一定不要浪费时间在无所谓的地方上面 OK 好 那就是这样 所以也是一样工具会用 那我们现在学的其实主要也是希望能够用这个工具解决我们未来很多的很多的问题 如果你会用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而且Python它有个很强大的优点就是说 他网路上有提供一百四十几万个相关的package 那就是他的外挂 他其实在 其实说真的 你想得到人家都想好了 你也不用再去想了 你也想不过比别人更聪明 但是你只要会用 我觉得你要会用就了不起了 真的 是的 就像说那个什么影像辨识啦 语音辨识啦 什么什么辨识 什么什么演算法 什么什么计算 什么 跟你讲那上面都有 都有了 你现在只要会就是学会Python的基础 并且会用那些套外挂把它用起来 对 所以他至少会可以收取 你要先知道关键字 然后再慢慢 像目前是没有特别专书去讨论 所以也许这就是一个未开发的一个 中文书你没有啊 那谁做 对啊 所以啊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有人去开发的 你有兴趣的话 帮忙整理一下 对啊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一百四十几万个里面 可能根据某一个行业别需要用的套件 你把它做整理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资源 分工合作一下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大家需要有人去整理 然后你Python学好 然后呢大家还是需要去把那个 可以用的东西先去就先把它筛选过 去无存经 让大家质疑一下 目前这没有特别的专书在讨论 所以也许你可以弄一些这方面的 我觉得就是背后也是带来也是一种商机吧 对不对 所以我说很多东西其实会有特别有机会的 就是说当别人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了 而且你已经做很久了 人家都已经 如果当你已经知道了 连插鞋同都知道 股票即将大涨 赶快卖股票吧 对不对 为什么 这插鞋同理论嘛 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对不对 所以 你们有时候就是 但是就不要等那个最后了 像你要问的问题就问得非常好 你已经问到那个点上面了 对对对 那如果我有时间我就会去整理一下 不过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专注也许在教学上面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一个每一个都是trip 对对对 也许你可以 如果你有时间也许可以帮忙做一些整理工作 或怎么样的 也可以走出一条路出来 好 好 那应该知道我刚刚讲的东西吧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的东西 你可以打那个什么 Python 然后官网这边就有了 Welcom Python 然后里面这边就有个什么 Pype 就是什么Pype的package package 你可以把它当成套件 就是它的外挂的套件 那这个所谓的套件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在Eclipse里面 就是这个src就是一个套件 里面会有很多module 所以这个套件 它等于是把它的套件放在上面 然后你可以当作安装在你的Python的 韩式库里面就可以被使用了 OK 类似有这种概念 未来当然你也可以写 也可以写 只是说里面的话 它好像只有一个search 然后你需要一个名称 它应该底下会需要帮你做分门别类才对 比如说你可能是金融的 有没有 或者是你是什么其他的 或者是画图的 或者一般的工具什么的 分门别类 但目前是没有 等于就是目前它就一团在那里 目前超过210万 没有 应该这个数字 这个是file 档案 OK 然后user就这么多 user有这么三十几万 然后有19万多个专案 OK 所以其实这个我想你们可以自己再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吧 这个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种数 这个要怎么 首先第一个因为是一个串列 所以我需要把这些数字怎么样 先开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把这些数字全部都丢进去 有没有 一个一个的丢进去 append append它 然后最后再用那个 它有一个方法叫count 就是把那个数字去count count 就计算 里面出现过的次数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果 所以我大概demo一下结果 我把这个 这个 先假设了 我们就不要一个输入了 我就直接把它复制 然后我就直接贴上 直接执行 然后把这个东西 假如说我今天呢 把这些数字 都在 我再弄一次 OK 再把这些数字输入了 输入之后的话呢 我是不是按到什么 输入之后 它 mifi down 然后让它帮我搜寻一下里面到底出现的次数 ok enter 结果它告诉我说 18 出现次数字3 那要怎么做 ok 首先第一步的话呢 当然我们要知道就是 也许你可以分阶段 我们第一阶段是 帮我把这些数字 放进一个串列里面 就好了第一步 比如我今天输入这么多数字 34enter 18enter 一直到18enter 然后帮我把这些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我前面讲过 串列的建立方法 第一个你要先跟他讲 我要建一个串列 所以第一个一定是什么 for list1 等于空的 意思说我要 产生一个空的串列要放资料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题目有讲到说只能输入十个字 所以我们for i in range 十个字就好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边跑十次回圈 所以list1 特别说要把它放进去 点append 特别说这个就是list1 这个清单里面我要怎么样 帮我放什么东西呢 放一些东西放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是给他一个a好了 a等于inputs 请你这边我输入一下 输入什么呢 输入一些数字 append的话 那我输入进来 因为将来要做计算 所以记得不能构式文字 所以一定要把它用int 转换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就一个一个的把它放进去 之后的话 最后再把这个串列list出来 就大概先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 我们现在还没计算 先知道一下 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 底下我先把它注解一下 先到这边 第一步就是 把资料 放进 这个串列里面 并且把这个串列列出来 append 拿着规模 我也要打算 谢谢 you 谢谢 谢谢 谢谢